第21题 有关针孔成像的叙述何者正确 A 纸屏上的成像大小B与原物相同 这个是错的 针孔成像可以成放大像 可以成缩小像 它与我们的发光体与针孔 针孔与屏幕之间的距离有关 选项A说B与原物相同是错的 选项B 针孔越大 纸屏上的成像亮度越暗是错的 针孔越大能够透的光越多 所以纸屏上的成像就会越亮 但是针孔太大就变成一个光圈 并不会成像 选项珠 针孔成像是光线折射的结果 这个是错的 针孔成像证明的是光走直线 并不是光线折射的结果 而选项C呢是对的 针孔成像成了是一个导力的实像 所以它会跟原来的物体上下颠倒左右相反 因此第21题问我们说 有关于针孔成像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纸屏上的成像与原物相比 上下颠倒左右相反 点子屏上的成像与原物相比